最重要是大家顧著自己的人生安全 最重要是安全 所以希望大家不單止可以關心自己 亦都守望相助 照顧一下你們附近的年老 或者是小朋友的人 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守望相助 多謝大家 再講一次 民陣本身是沒有後續行動的 不過今晚可能有其他團體 可能會有後續行動 大家就自己衡量這個風險 看看是否參加 林陣就不會評論其他團體的行動 大家兩邊去移動的時候 如果你是向左手邊的方向 去立法會的示威區走的時候 都邀請在立法會示威區的朋友 你們可以有一個通道 都讓市民可以慢慢上到天馬公園 因為我們仍然有很多人在 但也有市民可能真的會想離開 明天可能有工作 但希望大家能夠給一個空間 這個通道 讓市民按自己的需要 可以離開 或者在其他地方等的 再一次提醒大家 今天不是最後一戰 今天不是最後一戰 我們之後會繼續 將行動升級 如果林鄭月娥不撤回幕化 我們是會包圍立法會的 所以我們繼續見到 很多市民仍然是來 仍然是來 走過來正中這一邊 如果你在天美道的話 請你向著天美道走去天馬公園 也是一個可以離開的通道 如果你已經在天美道 你想離開的話 請你向著那個方向也可以離開 在大家離開的時候 或者其實有些朋友 他留下來想知道 其實今天有多少人 我們暫時都未知道 不過我們會等到 最後一位市民來到 我們今天這個集會才會結束 我們現在說一說 其實在世界局地 有很多朋友 今天都要一起做一個 全球反送中的聲門行動 讀一讀他們的地方 包括有倫敦中國大使館 多倫敦在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 倫多華中國領事館 墨爾本的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 東京都在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 卡加利在中國領事館 紐約有時代廣場 三藩市唐人街 布里斯本廣場 洛杉磯的格蘭達公園 華盛領是拉法爺特廣場 斯加哥的大利中心 坎培拉中心 波士頓的麻省議會大樓 柏林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 適合來是新南威爾斯州立圖書館 還有柏斯的日根廣場 還有台灣的朋友 他們都有在加進的聲門行動 我們今天的行動 我們今天的大遊行 不僅是要給特區政府看的 我們有很多國際媒體 還有海外很多國際聲援的香港人 還有他們的朋友 也都有支援 剛剛看到消息 路透社也有報導我們這個遊行 說是03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大遊行 大家記住 記住 不是只有今天 所以更加重要的是 當我們再需要你回來的時候 大家一起重返立法會好嗎 好 好 接下來很快了 二十幾號 大家要養精速 因為立法會全民會有三讀 希望大家 響應民陣的呼籲 其實呢 拿回哪天假 請假 我們來包圍立法會 如果他真的很想來三讀的話 我們是不可以就這樣給到通過的 如果我們繼續會有今晚這麼多的人數的話 其實 只要是和平理性的集會已經對政府構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甚至乎在國際社會上持續對他們施壓 所以 人數是很重要的 各位 隨時回來 除了我們走出來之外 身邊還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其實呢 今天不說 明天不說 後天呢 他們可能都會想問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原來有很多人都覺得 不是呀 香港不是逃犯天堂 我其實還有聽到朋友是這樣說 今天大家來了 除了剛才聽到可能有發生會司的朋友 街陸界不同界面的朋友 甚至有些大律師 其實出來是跟大家講解了一些 他們知道很重要的問題 例如 例如法庭是否真的可以把關呢 例如其實 如果是這個條例通過了 其實他們在通過那個條文裡面 究竟跟聯合國裡面的條例 其實是否真的吻合的呢 這些類似的情況 那些資料 今天知道 或者我們收到其實街頭很多單張 大家收到的資料 麻煩大家是說出來的 在香港現在這個情況 對話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呢 我們可以跟身邊不同的朋友對話 那些討論 那些討論 那些人知道呢 其實那個政府就不會這麼無視我們 還有我想說 真正最大的逃犯 就是那個殺人政權 他逃了三十年啊 那筆血債都還未算啊 他其實不認的嘛 我們呢 所以呢 請大家繼續 有個空間的話呢 就可以向前 我們大台在這裡 也會繼續 運作去到 直至 遊行隊伍最後一人來到呢 我們才會結束的 我們今晚 拿到的不反對通知書呢 是去到 11點59分 所以呢 請大家繼續 向前 繼續有後面的朋友 可以上來 我們大會 也會繼續 在這裡陪大家 也會希望 離開的市民 是有空間可以離開的 如果你有其他的 打算 你不會離開的話呢 都請你讓出空間 給有需要的市民 可以順利地離開 我們在灣仔 在中環 亦都有其他的方向呢 大家是可以離開的 而我們大會呢 其實就一定會 等到最後一位香港人 走進來這裡 那我們才會完結的 那其實我呢 我不是看得太清楚的陽光 我見到呢 其實現在在我們面前的通道 其實不算很多人的 可能呢 在外面是塞得很緊要的 麻煩大家 如果你們有你們的手機 有你們的聯絡方法的話呢 通知 在外面還在遊行中的朋友 告訴他們 其實呢 政府總部這裡呢 是有空間 是可以走進來的 那就不用塞在外面那個位置 大家都幫幫忙 麻煩一下 還有還有那句 希望大家呢 注意自己 和身邊人的安全 那因為民陣今晚呢 就再沒有其他的行動了 對於其他組織個別發起的行動呢 民陣是不會評論啦 那也都希望大家呢 無論是回家 或者是留在那裡都好 都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如果各位市民 是有計劃離開的話呢 現在呢 可以往中華 或者是灣仔的方向離開的 所以呢 其實我想說回 香港 各位 我們是有155年歷史的一個制度 由開埠到回歸 我們經歷了很多的進步 很多的改善 才可以到今天 我們 是一個基本上 是守法治 守基本人權 有基本自由的一個制度 但是今時今日 你和我說 要融合一個 只有70年的政權 而且這個政權 是血跡斑斑的 是侵犯人權無數的 你說 我們香港人 是怎麼會 肯被這個送中條例這樣過 一國兩制就告訴我們 我們香港人 是有別於另外一制的 因為那制 就是 侵犯人權的一個國家政權 所以希望各位香港市民 我們繼續奮鬥下去 繼續 這場仗是有排打 而且 多虧你們今天都出來 是有得打下去的 各位 給點掌聲自己 我們今天遊行的龍尾 在8點38分的時候 是會落到街市 就是說 還有很多市民 在灣仔 和金鐘 是來這裡的 請大家 都真是 讓後面的朋友 可以有位置 來到我們終點 有很多朋友 是守遊族 首次遊行的朋友 是可以讓我們經驗到 就是從維園 從銅鑼灣 來到政府總部 這一次可能是 對他們政治抗爭啟蒙的一次 也都有機會 在之後 包圍立法會 只要林鄭五次會 我們包圍立法會 希望他們會再出現 所以你們未離開的朋友 留在這裡的朋友 請你們守候到他們來到 如果你要離開的 請你向左邊或右邊方向走 我們會繼續在這裡陪大家 我們會繼續播 誰說未發聲 我們和大家在這裡一起戰鬥到底 所以今天不是只有一天 各位 我們是繼續 這條路 是很長的 但是我們今天 已經預演了包圍立法會 我們希望最後 我們不需要用到這樣的手段 但是如果政府繼續漏視我們的聲音 林鄭月娥繼續 不肯原來立馬的話 那 往後這幾個星期 當我們需要大家重返立法會的時候 大家就一定要回來 好嗎 好 好 我另外說一些婦語 其實除了今晚之外 明天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明天6月10日上午10點 在西角龍裁判處 就是陳淑莊和九子案宣判的時候 希望如果有朋友 他們有去有力的 其實有時間的 希望明天都可以早上去到西角龍裁判處 我們支持一下Tanya好嗎 我們都不要忘記 現在香港仍然有很多的朋友 他們在監獄裏面 他們做了政治犯 無論是佔中的朋友 戴耀廷、陳建文、邵家章、黃浩銘 也有佔旺案的黃之鋒 也有其他的抗親者 梁天琦等等 他們仍然在這裏中 他們沒有辦法 跟我們用身體參與這樣的遊行 但是相信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他們都一直有個書信 是呼籲大家上街 是嗎 是 所以我希望 大家會繼續去關心 這一幫在囚的人士 以及 甚至乎因為政治迫害 而逃到外地的朋友 以前 我們不相信香港會變成這樣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香港有政治犯 有良心犯 也都有難民 這是我們心痛的事實 但是 千萬不要放棄 可以相信 但是不要絕望 希望各位 繼續去支援這一幫財囚的人士 或者逃亡在海外的人士 所以 剛才也說一下 Tanya 明天都會 判刑的 一個 上庭 希望各位 都可以繼續支持 Tanya 我繼續呼籲大家 去向兩邊 還有記得 發一個訊息給你們 接下來的朋友 告訴他們 我們是繼續等著他們 記得要來到政府總部 為悔滅的打分量知我認 為何美夢認知高患 相當樣知效應 為這黑與白 這悲與時 真與偽來造成 為這世代優美 我邀及自殺的萬聖 試問誰話未發聲 讀寫愛奇 誰為我成 天生有福 唯有心我作詞 誰要認命感聲 試問誰等美督聲 興奮萬聖 各周平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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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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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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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振今晚是没有后续的行动的 所以如果有计划想离开的市民 可以去中环或者湾仔的方向离开 如果有市民决定留下 或者参加其他组织所发起的行动的话 就必须自己行累风险了 所以希望各位有计划离开的市民 现在可以向中环或者湾仔的方向离开 最后希望跟大家说一句就是 最重要是安全 最重要是安全 也说回我们今天不是最后的 我们有后续的行动就不是在今天发生 后续行动就是会将会 如果立法会将会上去三毒的话 其实我们呼吁大家请假 二十几号的时候 我们一起有包围立法会的行动 刚才在六七点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市民一起 已经参与过我们有一个预演的立法会 包围立法会的行动了 希望有参与没有参与的朋友 到时就一起来我们给一个政府的压力 给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除了今天走出来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的后续行动 但就不是今天发生的 到时就再听下 但谈赞方面有什么公布 大家一起来参与 各位向今中的市民大家好 有多少是今天向维苑 向天后 向向海山站出责的市民 可以吗 可以吗 我知道 我刚才也是在维苑草地那里 今天是奔跑过来的 我知道 当我大概在七点多的时候 其实还有很多市民 是在天后 被警方阻止要分批 我不知道多少十人都要分批 分批地离开地铁站 进入维苑的足球场 但是至少一样东西 就是去到七点半左右的时候 我们陆陆陆陆陆 都见到还有市民 是坚持 要走入维苑的球场 然后加入游行的队伍 今天是香港市民 制造了一个历史 在2003年的七一游行之后 相信是 另一次 最大型的群装 郭东 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帮忙 我们知道 还有些市民 刚才我们收到 在铜锣湾的朋友 我们的义工通知我们 队尾 还在湾仔 陆陆陆陆陆陆陆 朝着金钟的方向 进发 我们需要有些空间 需要有些地方 可以认知我们队尾的市民 所以希望 如果你们还继续在那里 用你们的手机 用你们的方法 通知他们 我们会等到 准备来到金钟为止 同时也请大家帮忙 因为我们知道 有很多市民 在金钟的地铁站 或者下角道桥那边 很多市民是 塞在那里 所以 希望大家 能够帮忙 通知你们在场的其他朋友 告诉他们 天美道这一道 其实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容纳到更多的市民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参与现在进行的集会 所以 希望大家透过你们的手机 通知在下角道 在金钟站的市民 可以逐步来到 前往这一道 天美道这一道附近 我们也有很多朋友 现在都在坐在那里 可能你们也会想多留一会 当然是好事 也请大家 都遇到一些空间 可能要离开的朋友 是有方法可以离开 如果你想留下的 那就继续留在这里 我们会继续留到最后一刻 我们的行动 今天都不会结束 再请大家 内心等候 也好请大家 继续等到隆美 最后的市民来到 我们完成这个游行 是吗 我们不停呼吁 希望大家 用你们的方法 去联络你们的亲朋職友 是因为我们的音响 其实不是去到很远的 我们说来说去 都是附近的朋友听到 希望你们帮忙 可以说到外面的朋友 其实我们这里还没有完结的 也都希望 游行着的朋友 可以来到立法会这个位置 谢谢 也都希望 呼吁各位 很多是 其实可能第一次 参与游行的人士 也都很多 老朋友的 一家大小的 希望各位 其他的参加者 香港人是 互相守望相众 帮不帮那些 例如有长者 有童 相见人士 这样 再强调一次 各位 今天不是最后一次 今天只是开始 我们明天就会看到 国际的版面 怎样去回应 香港今次 0341之后 最大规模的游行 所以 希望 未来的星期 是非常关键 我们当然 在一方面 要继续向你 官员施压 向一些讨共的议员施压 向一些讨共的议员施压 这些是各位都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 到有一天 我们呼吁你回来的时候 希望各位 可以有这么多足够的人数 重返立法会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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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其实很重要 其实重要是什么 我们 其实不要经常围维维维 我跟你说 你跟我说 其实是不够的 最重要的是 跟建制的议员 其实他们经常在街上 会和大家见面 见到他们 就抓住他 跟他们说 你一定要投反对票 如果不是 我不投票给你 其实很重要 因为他们有 很压到分 虽然都是 那些无耻的功能组维 但是有很多 其实他们依然是 需要大家的选票 其实呢 他们在逆民意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他们 他们一定要在 立法会上 在这个条例 因为如果林郑 真的够胆继续 推她出来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投反对票 只要有足够的反对票数 其实呢 这条例就不流通过 作为我们有选票的朋友 登记了做选民 登记了 登记了 这里应该是 登记了做选民的 如果未登记 就真的要登记了 你有一票在手上 就告诉他们 这就是你们的权力 选民的权力 就是你有一票 告诉他们 我们是不会投票给你 所以你一定要 一定要 但是我很相信 这群土共的议员 今晚看到 这样的数字 或者是 这样的入群中的 规模呢 就应该 他们是知道的 他们是知道的 包括在场的警察 你问他心底 是不是知道 他都知道的 我想那群土共的议员 今晚是 真是 怕到 有得震 没得睡 所以 不要那么轻易放过他们 继续施压 除了一些 建制派议员之外 我常常都会 希望大家 可以能够 跟一些 你相信 可能是跟你 持不同声音的朋友 是有一个 很好的对话 对话 其实在几年前 开始 在香港 就开始 变得很奢侈 希望大家 能够 跟人的对话 其实有时候 我们在街上 做反送中的 没错 反送中的街站的时候 都会有些市民 会走过来 喂 你不懂不懂的 你不要搞啊 大陆 其实呢 然后我都会 给一些单张 不如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大家一起聊一下 他可能没有耐性 但你不介意跟他说 不如给张家 我先看一看 他不可以方便跟我谈 也不可以谈 我觉得这一切都重要 很多时候我发现 譬如有些反对我们 有些意见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 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件事 他也没有花过时间 去看来龙去马 所以一知半解 就觉得 总之 搞到香港这么乱 就其实归咎在我们 这班人上面 我们只是 政府在搞乱社会 而我们是上司 去修补去补 去补救 但是他们就听了一声 就觉得我们是 搞乱香港那班人 但是很不值得的 譬如我们今天知道 很多真 不是今天 其实之前都会 大家知道 不知道就不会来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 真正的事情 其实是政府讲大话 好像 Ms. Mo说 真是讲大话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 他们真是讲大话的事情 或者建制派议 其实他们出手很多事情 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应该是 我们知道 我们是和身边的朋友 是可以继续一起讨论下去 但是这件事 社会多些讨论 多些讨论 多些讨论 那么政府才会不会觉得 他们不会知道的 糟糕呢 我在这里 打个比喻 现在其实就是 大家发现 其实中国和美国 打了血战 中国本身 已经是一只铁达尼 就是本来 香港就是铁达尼隔离 那只救生艇 现在呢 习船长呢 他一声令下 他说就是要 将这只救生艇 绑在船头 冲向冰山那里 就是他现在是这样 我觉得他可以 将冰山踢开的 那不止 还有一个叫林郑月娥的人呢 他觉得 撞冰山是很威风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 他就站在船头那里 伸开了一只手 那么李家超在那边 抱着他了 现在香港的状况就是这样 有时候看到立法会那些直播呢 看到李家超他们的答案呢 很会猛 有时候很想不看的 但是呢 又不可以不看他们说话 因为你要知道他们 怎样出丑嘛 我觉得他最令人震惊 深刻的就是他坚持那种 睡不醒啦 就是上班睡不够睡 那样的样子 还有语气啦 就是一些毫无诚意的 这些这样的神态 就是我完全知道 其实他根本 他都是违心的 所有东西 说的东西 其实他都自己说些说话 他自己都不相信 但是特意要交差地说而已 还有很多 土共议员多来的 对吧 你问他 很多的说话 譬如六四 他是完全避不回答的 因为他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嘛 但是他就要违心嘛 这班人 但是其实呢 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呢 他们虽然呢 看到这些情况很悲心 但是他们都依然走出来 还有呢 认识一些和内地做生意的朋友呢 他们觉得最重要 不是他们监生意 就算他们和内地做很多生意 他们都觉得最重要 是香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法治 现在很重要的就是 法治已经 法治已经 踩到近了 就是会觉得 他可以随时 政府可以随时说 怎样搬那个法治的位置 是任他怎样说都可以的 那这个呢 就算他们是做生意 不管政治都好 他们都很明白 这件事是很令到生活 下一代是很受影響的 在香港 我们为什么会被人 以前被人 以前被人 会叫做一个法治的制度 就是首先我们 是坚持 就算是一个犯了事的人 他都有他基本人权 而且 我们是秉承一个 凌重无枉的精神 是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是行相反的事情 凌枉无重的话 其实 我们最后 就会令到 国家机器 变成最大的罪犯 不断制造一些冤案 随着他自己 喜不喜欢他自己起户 或者他不想听到 哪些人说话 那就不断制造 这些冤案出来 所以 为什么法治的精神是这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宁愿 放过 一百个人 都不想杀错一个人 这个就是法治精神 正如刚才我们听到的 法政会司的朋友所说 很重要的就是 在联合国里面 说到明 你可以引渡条例 有一个很基本的元素 就是 你只可以引渡到一些 有公平审讯的国家 我们经常听吴沃尔说 就是 你能不能够相信 内地是有公平审讯呢 一个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这么基本的东西 其实一句就一激即中 你去一个 没有公平审讯的地方 你看看这些实际的案子 刘晓波的下场是怎么样 我觉得维权律师 维权人士 现在在哪里啊 你还告诉我 李家超你还告诉我 你李家超你告诉我 中国的法治是排在世界上 我说第一 他说不知 前年 25好像是吧 是的 你够胆你还好意思 说起这些说话 刘晓波下场是怎么样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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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很简单 我又没有做 我又没有抗争 又没有自理 你这样站上台我怕什么 是吧 其实出版一本书 都会不见了 銅鑼湾书局的几个人 他们现在是什么下场 有两个 还在北京 有一个 流亡在台湾 不是欠香港身份证的 是欠我一个护照的 而且 銅鑼湾书局事件 最能够解释到的 就是当中其中 现在的桂民海 仍然被扣留 在北京 他扣留那条罪是什么 不是政治罪 不是你出版禁书 而是 不知道03年 你某月某日 某月某日 不知道在大陆 哪一个地方 车死了人 你这个说出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现在很大的意外 就是说 那个追溯平的问题 究竟他会不会突然抓你 某月某月某月 發生了什么事 然后他抓了你 然后呢 他又不说你做什么 而且可能 那年那月那天 你根本就不在大陆 接着就不是审讯的 接着李家超就说 不要紧 很重要的 其实呢 我们就会呢 我们会令到他呢 有一个公平审讯 不然呢 如果有什么事呢 我们就会有法律 有支援他 知什么 我说出来 知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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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分分三小时 你连联络他 你连联络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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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了这么多 其实大家也非常清楚 你问一下在座的那些警务人员 你问一下他 信不信 上面的政权 是一个守法的政权 你问一下他们 信不信上面 会有一个公平的审讯 我相信心底 都会给到一个答案 你问你了 其实我今天都很相信 你所说的 我今天看到警务人员 其实好像有点友善了 他们心底里面都觉得 其实呢 这个法治呢 其实是不可以逼得 那我不敢包 因为刚才外面 已经发生了 胡椒噴霧事件 我现在最痛心的就是 看到香港的执法者 都在腐败 腐化 被这个政权影响 他们可能心底都知道 其实做的事是不对的 不过 上面被我打下来嘛 那就要做了 我终于见到 做完有声职加薪的 我先阻你一会儿 我终于见到 这个学校联署的旗次了 这间是什么学校 我看不到 很黑 因为我这里很光明 这间是什么学校 他们呢 其实是约了2.9 在黄引书院的 2.9 现在才走到这里 很辛苦 谢谢 是的 而是我们继续会 我们大会 继续会留守在这里 就是我们一定会等到 最后一批游行人士都来到 都到达这里 终点 那我们才会散药 所以各位 希望大家可以 腾出多少少的空间 我见到 后面还有足够空间 就是我们见到 后面 是不断有人来的 填满这些空间的 是不断的 所以希望各位 大家可以 而向你的右前方 去天美道的方向 可以腾出少少位置 或者你进入 你的左手边 进入这个特定的示威区 那里 腾出些空间 给后面 因为后面继续有很多人来的 那我见到 学校那些歧视 其实他们 多数是一些校业发动的 虽然 当然里面 有些中学的学生 他们有份联储 学生的联储 我觉得是最有勇气的 那也都 校友他们的支持 那刚才我都有所说 如果你们不是 就是你们的学校 或者你们本身 你们是一个家长 你们的子女 的学校 有一些这样的行动 发生了 你们想支持他的 不妨 你都可以联络 香港开校的老师 或者他们的校长 或者他们的校长 告诉他们 其实你是支持 或者将你们知道的东西 和学校说 让他们的学校 像我刚才说 认识的家长 那样 和校长说 你要支持住 一定要守住 香港这个法治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教育制度里面 为什么我们经常担心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 其实 已经知道 看到 甚至乎 香港是全线 是被赤化的 全线 甚至乎在学校里面 也都开始灌输 那种党国的教育 他不告诉你们 我们2012年 都成功反了国教 但是 现在他是只做 不说 譬如有很多 普通话里面 的教育 开始慢慢 令到我们 现在年轻的学生 越来越少人 讲广东话 年六四 那时候很简单 已经开始慢慢 开始淡化了 那些壞事 然后开始灌输 一带一路的意识 大家看到的 在大台那里 那些节目 是完全讲一带一路的 是 有什么好 是要学生讲的 所以其实 大家 走完 今天 其实都有很警告 因为我们 无论在法院 我们是见到 在警队 在政府 似乎在学校 你都见到 开始一个全面赤化 而且速度 是不断加速的 各位 所以希望大家警觉 甚至乎 在看电视的时候 你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一些 CCTVB 大家就要小心 因为 尤其要小心 那些新闻报道 要有智慧 我们要开始有智慧的抗争 因为 是不止为你 是为你下一代 在学校里面 你也要抗衡那种赤化的教育 甚至乎你在娱乐上 你也要抗衡那些 赤化了的传媒 我知道很难 因为很多都赤化了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所以不代表大会的立场 不过 我在这里提醒各位 真的要这样 不愿意 就几次人 究竟有此事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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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百万人 为出来游泳 反对我们的民意 12号 直上大会的分意 是准备应该变开 是准备应该变成 一粒 沙湾 睡会 是准备应该变得更棒 才能適合 这是准备应该变成 实际上万一套 准备应该变成 费应该变成 这怎么不愿意 所以不愿意 那份两知和应 为何未梦影 似个梦幻想等样子抛影 为着黑与白 则飞与诗 真与矮来组织 为这世代有未来 要及时拍到冷静 诗问谁话未发声 诗问谁话未发声 天生有苦 唯有心可作之 谁要一命更生 诗音问谁等美督声 听说哪知让他周明 既然再难为本 那份两知和应 无人有去参默看 全唱出没有什么 想问谁还要买 尚去 尚 KNOW 今夜 而未不了 diode 樊 感謝各位參與今天遊行的市民 我知道有很多市民由今天下午早過1點鐘 已經在維園集合參與今天的遊行 我們剛剛收到的訊息 就是龍眉其實現在還在灣仔加計會附近一帶 所以我們會繼續問真 還有很多義工朋友會繼續在這裏等候龍眉來到今早這裏